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我们现在去兄弟家里面 我这个泥土 这些车,这些车啊 运渡车啊,这个产车 都是他叫过来帮忙的 他那个工程队很多车 然后就给我吊了两辆车过来拉土 这段时间一直都是他帮忙 我们现在先去大家看一下 也顺便看一下他那个 美食层做的怎么样 走,出发 我刚刚我好几乱的 哈哈哈哈,他家门狗 他家门狗也全认回我去 哈哈哈哈 快点踩 这干什么 我可以 过来 我来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哪里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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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哪里 哪里够够大 如果没有用的话,如果没有用的话,我会想到这些是怎么处的 你看,我拿头烫的东西 滿滿的 滿滿的 因為你賣一口 我 我在後面 你賣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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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賣一口 你賣一口 你賣一口 还有一些香 没能夸过 夸过两个衣服 这衣服 现在这衣服很大 一二三十五一 4米 KDP二楼的 本来在一楼浇里 等一下 我拿同行的这样 我捐我了 你是不是这个黄鹿 但是有唱歌 用南山的bcbook 有个乱点的秒了 秒没秒的 终于人家没秒的 我一样给人摔 反而打过后的吧 就爆香 提醒你装满他都没打了 感觉 你感觉看你跟着显得打 但你装满你显得笑 怎么我跟你说一下这里 那里 哪里那里 五台啊 我自己搞的都忘了 这里一个舞台 然后一个梯台设计出来 这是舞台 有一个梯台到这里 有个梯台走过来的 就是一点 有个梯台出去到这里的梯台 小唱巴的那种小青巴的那种感觉嘛 就是一点歌手来唱唱歌的那个 二流歌手 这边的是个进门 这边是进来的大门 然后这边是一个收音台 这边开始就是吃的长廊 然后一直圈过去 那里本来说是一楼是做KTT 二楼全部是包厢 二楼是包厢 二楼是包厢 一楼那一边的话 KTT他说现在把它转移到那里去 就是那里做成长廊 然后那边是厨房 这里是养那个水产的鱼啊 宵夜你们要吃鱼啊 那些野鱼啊 河边鱼啊 就在这里 大体是这个样子 到时候图子在家里面 到时候 探一下吧 大致的 规划出来 就知道怎么弄了 有个那个图给你的 就是专门请人设计的一张 KTT 二楼全是包包厢 二楼全是包厢 那里是厕所 这个巧克力里有二十个铃铛 差不多了 反正够我们两个人玩就够了嘛 过来瞄了一趟 转了一趟 大工程 还在进水当中 我回去了 嗯 那后 切一碗工了 你看究竟 这边 切一碗 不把切一碗 这边就贴了 他都给点佣金给他就可以了 你看他的 他这些工地的这些车 这边下面 一个烧烤区啊 钓鱼台啊 露营区啊 游泳池啊 哎呀 他搞得也挺大的 我这个想一下看 好 谢谢 这我叫出来叫他算一下那个账 看着拉泥的那个账 要了多少钱 江口很快就会有一个 可以游玩的旅游 旅游地了 小小小旅游地 因为他离河边也近 到时候看一下吧 建设咱们的美好乡村看一下 宣传一下嘛 我是负责宣传嘛 是 好 我们现在回去 那里家里还在勾那个泥 今天会完工 然后的话就是 谢谢大工程 谢谢 我们回去了 想要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哈喽 有途币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农人DJ峰峰 谢谢你们喜爱我的视频 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 有关于农村原生态 有趣的生活视频 感谢大家的订阅 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祝大家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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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